慶祝就职满周年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日前宣布于众多球迷热切期盼之下 台北大巨蛋正式完工并投入使用 以亚洲具有指标性的体育场馆屹立 打响运动之兜的名号 台北市体育局长王洪翔表示 以画下重要的里程碑 他们将继续优化完善国际级的运动场的 且明年将展开运动中心2.0计划 先进的运动场馆正向发展 并注重全民运动之普及 台北市体育局将改造多座公园游泳池和网球场 以创新特色和功能为规划蓝图 提供市民优质且便捷的运动环境 此外,进行运动中心2.0计划 旨在创造更宽广完善的运动空间 全方面推进城市运动的进步 该计划将着手盘查各行政区的运动场馆资源 努力打造出全零的运动城市 透过积极改造运动场地和举办国际比赛 台北市体育局期望在未来的大型赛事如 2025年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中 透过台北的特色运动场地 让全世界见证台湾的体育实力 向国际继续凸显台北市运动之兜的美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